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字 一百个 一个字 一百个 一部书 一所欲言作者一所 一所欲言作者一所 一所欲言作者 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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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所一个字都没写 他说出来的 对 一所全都是讲出来的 也就是说一所一个字都不会 而是后人为他整理的 如果没有后人为他整理 可能我们到现在也不能够读到那么多经典的一所欲言了 一所没有写下他的欲言 他完全是凭记忆在为人口述 那么 现存的一所欲言 也并不完全都是 一定要记住 你读的这部书 并不都是我们说这个一所给别人讲的 而是古希腊 古罗马时代流传下来的那些故事经后人整理 通通的都归在一所名下 这句话能听懂吗 也就是说一所欲言里的假设 我们画一个图 有这么多故事 对吧 可能有 这些 是一所讲的 而这些呢 古希腊 古罗马那个时候民间流传的一些故事 后来大家一想 于是就整理成了一本书 但是由于一所的地位很高 接着大家为了纪念一所 就编成了这本书叫做一所欲言 作者也都写成了一所 那么一所欲言 有一个第一 我们说但凡出现第一的都是我们容易考的 尤其是世界第一 一所欲言是世界上第一部欲言集 来把这句话记下来 一所欲言是世界上第一部欲言集 一所离我们时间有多远呢 一所跟中国的谁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呢 毛主席 其实一所跟刚才我们讲那个庄子 他们两个是同一时代的人 那你但是你会发现一点 你其实你能从中发现什么呢 庄子那个时候也写欲言 对吧 一所也写欲言 甚至庄子也有欲言集 虽然很少 但是世界上第一部欲言集去给了一所 而不是我们庄子 为什么呢 一所没名 所以就给了他 你是这个想法是吗 其实能够发现什么 同一时期 中国只是那种零零散散的在写一些欲言 庄子也没有专门的 我就专门去写欲言 而一所你可以看到古希腊 我们说了一所欲言并不都是一所写的 对吧 还有古希腊呀古罗马流传下来的故事 那个时候他们那里已经有了大量的预言故事的存在 而后人就给整理起来了 是不是 来看 都想了吧 那我们说一所小时候没有人跟他玩的 跟谁玩来着 动物 动物 所以你会发现 一所欲言大多是动物的故事 就是用动物来举例子 来教人做人的道理 那么 我们说了 欲言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道理 对吧 那么怎么来概括欲言中的道理呢 你读了一篇欲言 欲言最重要的就是给人讲一个道理 而不是说哈哈哈哈很好玩 那不是欲言那是笑话 那我们来看一下 农夫和蛇的故事看过吧 看过 明白了吧 做不做 农夫和蛇 农夫和蛇 跟我们讲了一个什么道理 农夫和蛇 不要 农雪 农雪的我 要农情那个 要坏人 我们要告诉我们 要 学会辨认是非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不要与坏人打交道 对吧 这就是农夫和蛇 告诉我们的故事 要怎么做 不要怎么做 我们会发现很多 语言故事 它的道理 都是告诉我们什么呀 要 怎么怎么做 不要 怎么怎么做 对不对 来看 方法 井底之蛙的故事 井底之蛙啊 井里面有只青蛙 他永远都知道 这个有不同的版本 有的版本还有什么乌鸦的 什么样的版本都有 但是 最重要的主人公 肯定是知青蛙 然后他觉得 嗯 天就这么大 他觉得就这么大 他觉得很舒服 然后总之 不管来了一个什么动物 乌龟也好 小鸟也好 乌鸦也好 告诉他怎么样 外面的世界 很大 有的可以告诉他 大海都告诉他天空 那么井底之蛙 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不要 不要目光短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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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事情你都不接受 所以说井底之蛙 不是告诉我们怎么做 而是他在说一种人非常不好 哪种人 就是不光短浅 不错 所以说是讽刺了那些见识短浅 而又盲目自大的人 青蛙 我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他活得很好 是这种人 那么方法二就是讽刺了什么什么样的人 就是说什么样的人不好 讽刺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批评 批评 批评大家知道吧 批评 最怕老师批评了对吧 批评和讽刺的区别在于 讽刺 讽刺 是用了 是 用一句话中的意思来就是来 跟你讲个故事 话里藏话 讽刺的意思是说 用了夸张 这种夸大的手法来批评一个人 来嘲笑一个人 叫讽刺 那么讽刺了什么什么样的人 这种也是方法二 其实 所有的这些方法 并不是你用了这两种方法就一定能够知道 这个预言讲了什么道理 甚至于我们说一所预言里的有些道理 并不是一定我们现在说 哎呦我一看嗯 我就要按照一所预言来走 毕竟它是离我们很久 两千两百多年以前的 那个时候的事情 那么 第一 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 拿到一篇预言 第一个字读 读完了以后我们就要分析 这里都有谁啊 有哪些人物 哪个人物是好的哪个人物 用我们最简单 你们最爱分别就是好的还是坏的 对吧 然后我们就知道 那我们应该走学谁 不应该学谁 而讽刺了哪种人 那个坏的那个 是哪种人 其实有时候想想我们这么一读就明白了 对吧 嗯 好了 来我们接着来看 狐狸和葡萄的故事 这就是预言 狐狸 动物吧 我们是不是说了 预言故事里经常出现什么呀 动物 动物用了什么手法来着 你人 你人手法 来问个问题 狐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狡猾 狡猾 不要一想到狐狸就是狡猾 看这里面狐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笨蛋 自己走葡萄架 到葡萄架下面 他都没家长的他怎么知道是算的 对啊 随便猜测 是随便猜测 他是随便猜测吗 不经过努力就放弃 不经过努力就放弃 不经过努力 是不是这种人 做不成事情 他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他说什么呀 说是他是酸的 他明明是自己没有去试 自己够不到 也没有去搬梯子 没有做成功对吧 然后呢 却说 是酸的 他的原因 我才不吃呢 是不是这种人 对吧 好 再来看 这块 又是一样 但是加了一个环节 谁能告诉我多哪块环节 自己先看 别的东西看到了吗 是这块吗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是不是他这块有了一个 一次一次跳起来摘葡萄 然后但是没有得到葡萄 他还又说我敢肯定他是酸的 又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却发现他试了 对不对 接着 正要摘葡萄的孔雀说了 既然是酸的那就不吃了 孔雀又告诉了准备摘葡萄的长颈鹿 长颈鹿也没摘 长颈鹿又告诉了猴子 猴子说我才不信呢 我种的葡萄我不知道吗 肯定是甜的 猴子说着便摘了一串吃了起来 看清楚了吧 我的问题来了 哎 问题没有 那我们问啊 这里面 长颈鹿跟孔雀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譬如 trucs 被俄利 被骗的人 被骗的人 问什么样的人 往往说的是他的性格 嗯 别人说什么他就觉醒什么 别人说什么他就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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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不尝试 没自己的想法对吧 就好像我跟你说 说桌子特别好吃 我的桌子还真不吃了 舟子特别好吃 谁吃 我一猜你就要吃那家牛 而你看这里面猴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谁来说 聪明的人 不错 大胆尝试 不错 大胆尝试的人 看明白这块了吗 那我们可以看出 从文章中是不是大家分析出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 你只要跟他做了什么来看就好了 再看一篇预言 这是啥呀 这个是我们三年级会重点学的一节课叫做 我们在三年 马上二生三暑假的时候就会上一课 那叫希腊神话里的三个人物 什么 对 古希腊神话里的三个人物 他是古希腊的一个万神之神 他手里是宙斯 宙斯 他手里拿什么呀 宙斯的武器是 卡 闪电 这个呢是他的儿子 这个呢是他的妻子 这他们三个的漫画形象 他妻子叫啥呀 来 一会儿你叫 他的儿子叫赫拉 他的儿子叫赫尔莫斯 赫尔莫斯啊 他是一个神 他是一个神呢 他就有一天想 人间该有多么尊重我呢 他于是就 刷成一个凡人 你看他现在是一个凡人 别人知道他是神吗 知道 因为应该他已经说了 不知道 知道吗 不知道对吧 因为他化作了一个凡人 对于是去了 哎 一看有一个那个什么雕像 全都是带了很多雕像 大家看过吧 各种各样名人 他先是看到宙斯 他的爸爸 这个雕像者 问他多少钱呀 雕像者说 一个银元 看清楚啊 一个银元 接着赫尔莫斯又笑着问道 一抬头 哎 赫拉的 他的妈妈 赫拉的雕像值多少钱呀 雕像者说 还要贵一点 就是一个银元 贵一点 赫尔莫斯 这时候知道 哦 原来我的爸爸值一个银元 我的妈妈值 再多一点 接着赫尔莫斯 看见自己的雕像了 心想 我是一个神 就是 他是专门来保护商人的 宙斯给他的权利 就是去保护商人 他一想 人们得对我尊重一点吧 于是问道 这个值多少钱 他这个时候的心里面 你觉得他想要什么样的答案 他想要什么样的答案 他想要什么样的答案 他妈妈的再贵 三个银元 再贵 就是比爷爷 他妈妈的那个钱还要贵一点 哦 他希望甚至于说 好几千银元 甚至于可能说 这个不卖 这个雕像 我们是要珍藏保留的 这是他心里想要的答案 对吧 然后他就问了 这个多少钱 雕像者说 这个呀 假如你买了刚才你问的那两个 这个白送 就跟好像跟 跟那个一索比较像 这是白送 买 这是买二送一 买旧斯 和赫拉送他 哇 他听的这时候表情很难 很难看 然后这个时候找个理由 说啊 好 那是你就走了 来 我们来说一下 赫尔莫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要面子 特别想让人尊重的 特别想让人尊重 像十全十美 十全十美 自以为是 自以为是 很自大的一个人 他觉得自己 太多 这种人怎么着 也得卖个多少多少吧 他是不是很自大 这个预言告诉我们什么 就相当于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千万不要自大 对 想一想 第一个道理告诉我们 要怎么怎么做 不要怎么怎么做 第二个方法是 讽刺了什么样的人 讽刺了那种自大的人 讽刺了什么样的人 讽刺了什么样的人 讽刺了 讽刺了的人 是不是讽刺了那种自大的人 我问一下啊 我想听一下你们啊 这个三年级讲过这块 讲过这块的时候 讲什么呢 是让他们写作文 后面接着写个结尾 如果让你写结尾 你觉得会后面会发生什么 赫尔莫斯 赫尔莫斯把这个雕像人给杀了 好残暴的结尾 还有没有 我想知道你们 如果让你写个结尾 你会写什么 赫尔莫斯 那个宙斯很善良吧 你宙斯不善良 我给你们说几个 有一个学生这么写的 赫尔莫斯哭着回家了 告诉他爸爸 有人欺负我 宙斯就去把那店给砸了 还有一个 赫尔莫斯当场就把那店给砸了 如果让你写你会最后是杀了他或者把这个店给砸了吗 不可能 会 他应该就觉得是把他弄杀了吧 宙斯给杀了 他为什么要杀 宙斯 宙斯 宙斯不善良 宙斯不善良 这他说的对 这叫躺着也中枪 宙斯你就窝在这待着 回来把我给杀了 管我什么事啊 我才卖一个银元 马上就自己杀了 还要杀了 他杀了 你还要杀了 你还不杀了 妈妈 他妈妈比他还可以 对 谢谢 你们说结尾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吧 看啊 这个结尾 你们说是因为宙斯和赫拉的神职高才受到尊重卖的贵吗 那是 而是什么 而是 自己做多少实事 自己做多少实事 做多少好事 为什么赫尔摩斯作为商人的保护神 可是却卖的没卖了 买二赠一 为什么 那赫尔摩斯还是保护商人的 你们想 你们想 去没去买过菜 这有一堆 这有一堆 这一堆买三块 这一堆买一块 差到哪 同样的都是西红柿 同样都是西红柿 一个钱一个三 好与坏 一个大一个小 好与坏 什么叫好与坏 那一堆可能是什么样的 烂的 变形的 烂的变 得变形 都烂成什么样的 没人买了 那么 想一想 赫尔摩斯之所以 他的地位很低 你说他是做了很多对商人 好的事呢 还是 坏的事 什么事 坏的事 这个续写还是讽刺他自大吗 不是 那这个续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有的答案能够在文章中找到 尊重你 你做的是少 就算有再高再大的职位 人们也不会尊重你 对不对 所以说 有的答案我们可以直接就在文章中找到 那么 我们来再看一篇预言故事 一所预言里有很多经典的故事 那么 这个预言故事 是蚊子和狮子的故事 狮子和蚊子 来 说有一天啊 也是在一个大草原上 狮子呢 万寿之王 然后在那里 他觉得 哎呦 我在这边草原上 所有的动物都怕我 我是最伟大 最了不起的国王 这个时候呢 太阳渐渐升起来了 怎么样 热 于是天气太热了 狮子决定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 来到了一个树荫下面 打算睡个午觉 这个时候你们猜谁来了 狮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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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 狮子大 那蚊子 蚊子要 那狮子那么大 我们夏天就不过了 这个时候呢 嗡 嗡 声 狮子一看 原来是一只蚊子 在它头顶上飞了 狮子不高兴了 说你滚开 讨厌的小虫子 打扰我睡觉 蚊子还被激怒了 哎你可恶的家伙 你敢驱赶我 我要吸你的血 狮子 小东西 你这么小 还敢向我来挑战 说你不认识我是谁吧 我是鼎鼎大名的 百兽之王狮子 我打败了无数强悍的对手 至于你这小小的蚊子 两根手指就能把你捏扁 如果你是蚊子 你会怎么办 咬它 蚊子就说了 别看你长得非常高大 然后还说 你是一个无能的蠢家伙 想打架吗 用牙齿咬 还是用爪子抓 狮子肯定是不是用牙齿咬 用爪子抓对吧 说女人打架都喜欢这么干 狮子怒了 狮子生气了 狮子会怎么样 吼一声 吼一声 然后呢 然后上天 狮子不吻呗 狮子肯定很生气了 于是就要去抓这只蚊子 你说狮子抓住这只蚊子了吗 对 它好像是飞来飞去的 夏天你们被蚊子咬过吧 咬过 蚊子最令人讨厌的地方 吸血 我最讨厌蚊子不是吸血 有的时候我就想我给你一只胳膊 你今天晚上喝你吃个够吧 我最讨厌就是他在我旁边叫 然后蚊子你会发现 你开了灯以后你去找他 特别满意抓到 对不对 你觉得大狮子 他想抓一只小蚊子容易吗 于是就这样 他特别生气 狮子就不停的激怒他 不停的激怒他 哎呀 你像个女人 什么什么样 狮子啊 于是去了 抓不到 本蚊子飞走了 在这咬一口 一个包 过一会儿呢 哎呀 蚊子又这样 咬一口 你们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 有时候蚊子就落到这 你有一种感觉 哎呀 蚊子在这呢 没打到 是不是有那种感觉 狮子也是这样 蚊子 落到这了 小蚊子 把自己挠了 就这样 反倒在自己的脸上 有深深的那种伤痕 然后狮子觉得 哎呦 好疼啊 最后蚊子打败了狮子反倒 因为狮子抓不住的 于是狮子投降了 蚊子太开心了 我打败了百兽之王 我太了不起了 飞走了 蚊子怕什么 蚊子怕蜘蛛 怕蜘蛛的什么 蜘蛛王 为什么 因为 蚊子太高兴了 特别开心 我打败了百兽之王 一回头 碰 撞到一只蜘蛛网上了 然后 蚊子还说呢 蜘蛛很开心呢 哇 一只蚊子够我吃的了 然后他还说了 放开我 你要知道 我可是打败过狮子的英雄 蜘蛛会放过他吗 不会 那于是我们的问题就来了 看啊 第一个问题 弱小的蚊子 为什么能够战胜强大的狮子呢 它会飞 它不会飞 灵活 很灵活 很快 他说的是很小 其实差不多一个道理 说明蚊子的优势是什么 它又小又快 如果他遇到一个跟他一样又小又快的 他能打败他吗 不能 而他就是用他的什么呀 优势 优势 而恰恰是狮子的什么的 劣势 也就是缺点对吧 用我自己的优势去打你的劣势 是不是就赢了呀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胜利的蚊子 为什么会被小小的蜘蛛消灭了 它特别的笑傲 对啊 然后突然 只要回答出两个字 这题就能达到分了 骄傲 什么 马虎 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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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第三个 学习这则预言后 你有什么收获 千万不要被蚊子咬 不要被蚊子咬 不要被蚊子咬 这对眼告诉我们不要被蚊子咬 是吗 第二个问题告诉我们 蚊子为什么被消灭 因为它 来两个字 咬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 不骄傲 不骄傲 谦虚 这不就答出来了吗 所以这样的题都是一个扣着一个的 发现了吗 你先分析出第一个 对啊 就是这样简单的一句话 来 那么我们会发现 是不是每个预言都有一个道理啊 对 对吧 你会发现 一所写的这种预言 和我们这种证人买旅 这样的预言 哪个你更喜欢看 这样的 这样的预言 也就是说一所预言 更容易被我们接受 发现了吗 为什么呢 因为 同一时期 大家都是发生在 这同一个时间段 为什么一所的预言 特别容易被人接受 我们往下画 因为他能被这个小孩给听懂 就是他一所就能懂 而中国的预言呢 不好懂 特别难 什么我们刚才说 你证人买旅那个故事 对吧 都是庄子 还有井底之蛙那个故事 对吧 会发现那样的故事 是不是挺难懂的呀 而一所预言 是不是挺好懂的呀 差就差在这里 来看这一点 看清楚了 我们过了这个学期 马上就要二升三了 到了三年级 就不像二年级了 三年级的知识 就一下就拔一个高了 我现在提前跟你们说一下 所以说 有一些适当的难度 你们现在要开始适应 要不然就容易 一下子到三年级 哇 一下子讲了什么 印度史诗 古希腊神话 全都李白啊 杜甫啊那样的 我怕有时候到时候 你接受不了 我们现在慢慢的 在这个学期 要开始这种慢慢的过渡 看啊 我们假设 看不到吧 我调背高一点吧 我写个字 这是中 假设这是外 能明白什么意思吧 中国的 外国的对吧 中国的预言 和外国的预言 它在产生的时候 都是给人讲道理 就是为了 我们前面说了 给人讲道理 但是你不能给人 直接讲道理 你好好学 你好好学 你好好学习 而是要加一个什么来的 来给人把这道理 放在里面 故事 但是 为什么会产生不同呢 是因为中国的 这个预言 和外国的预言 是针对的人群不同 外国的预言 你们是不是读起来 特别容易懂 是因为它就是 给普通的百姓来写的 而中国的预言 为什么那么难以懂呢 因为中国的预言 它最初的时候 是给皇帝写的 这就是区别 为什么 因为你想想 假设你是皇帝 我现在要给你讲个道理 我要指出你的一点缺点 我能说 你这里做的不好 你会让吗 你是皇帝啊 可是如果用一种 非常委婉 我给你讲个故事 皇帝你看怎么样 然后我给你指出来一些事情 会怎么样 你是不是容易接受一点 所以说你会发现 就是由于预言的 不同 外国的预言呢 它是倾向于 给一些平民写的 儿童 而中国的预言 它是给君王写的 就像一颗种子一样 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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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 中国的就这样 一直涨 涨啊 涨啊 涨了一个分叉出来 这个分叉 我们就没有 这个分叉 是什么呢 叫做 同化 看过吧 所以说 中国古代 没有 同化 原因就在这儿 就在这棵树上 这块能听懂吗 能 没听懂 举手 听懂了吗 确定 你看看 看啊 它创作的人群就不一样 我们来写作的时候 它就是给君王写的 它就不可能能够产生像童话 你给皇帝写童话 就不可能产生对吧 那就是为了规劝别人 我去劝你怎么怎么样 我去劝你怎么样 所以说就是一直都是预言 一直都是预言 而西方你看 它最初的时候就是那样 像这样的预言 你看这都是 大家回去 你甚至于都没有觉得 这个 这则预言离我们很远晚 是不是 这就是一所预言里面的 甚至于感觉 这个好离我们很近啊 平时都读 特别喜欢读 虽然时间很久 但你就觉得很喜欢读 因为它最初的时候 它就是来为普通人 为儿童 儿童们来写的 慢慢慢慢的 随着这种想象啊 就有了童话了 这不就有了另外一个分支了吗 明白了吧 明白了 那么 好 下面一个任务 打开我们的一侧 我们要做阅读了 我们今天的讲的课就到这了 可以说 明白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